听到连生活佛开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 真的是令人觉得殊胜超凡 修行以此为目标 能不再轮回受苦 真的是我们修法时必要的回向 而也正是连生活佛有不平凡的来历 真实的身份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这一身下降沙婆 以莲花藤子的佣身如圣燕 石修秘法 得正佛果 可以引入众生直接接引西方 所以我们来看特别的是 在2009年台湾8月8日的莫拉克风灾当时 人生活佛虽然人在西雅图 但是周围的弟子常常看到师尊在掉泪 就连吃饭都食不下咽 悲悯苦难的众生 泪水从未停过 一周之后在彩虹雷胀寺 有弟子同样建于悲叹台湾的灾情 在护魔法会时报名主旗 希望连生活佛能超把那些还不知下落的巴巴水災难民 佛法讲求姻缘 连生活佛的事愿就是众生有求 都会尽全力去埋怨 所以当然极力做护魔来超度 但是没有想到 护魔火点燃之后 发生了从未有的情形 原来是黑天使出现 他们阻碍这一次的超度 他们不让圣尊连生活佛 把亡灵接引到尽头 天使佛在护魔中看到黑天使 起先十分震惊 他们要什么供养 师尊就丢什么供品下落 只差自己没有直接跳进护魔后中 最后连生活佛以舍身法 牺牲了五十几位莲花童子的星光生 与黑天使同归于尽 才得以大破第十十能救出那些受苦的幽民 要知道这些幽民众并没有卫一变生活佛 只因为师尊对台湾的爱 我曾经到一家这个华人的餐馆 美国华人的餐馆 这个餐馆的老板他问我 你爱台湾吗 我回答我爱台湾 那么他又问台湾爱你吗 而莲花童子本来星光生 要一天的修法才能修出一尊 这一次连生活佛一次就牺牲了五十几位莲花童子的星光生 令弟子十分担心 师尊是否佛体有受到影响 把眼神再修回来 把那些星光生再修回来 自己的替身啊 再修回来 每天那个星星出现多少 有很多星星的话借那个星光来修 来修出一个就多一个铁花童子出来 那么所有莫拉克风灾的优民众 是不是全部都被接引超度了呢 我不敢讲我已经超度了 不能够这样子讲 我们心量要大一点 不能说我已经全部把它超度了 那还超度什么 不能这样子讲 我们心量大一点 什么人来超度都可以 这是连生活佛的谦虚 而师尊也特别感谢白度母 因为原本被破坏的地狱们 全靠白度母以五色光气修补 地狱已经没有回损 之后在西雅图卢生雁布施基金会 和西雅图雷藏寺 也以有史以来吸成最高的金额 捐助莫拉克风灾 十万美金受到表达 在2009年8月30日 彩虹雷藏寺 连生活活第一次主坛 孔雀明王护魔法会 孔雀明王在地魔中指示 只要连身师佛将新轮光运送出去 损失的五十几位新光生莲花童子 可以一次修回 这真的是令大家非常的感恩 同时再一次的重视连生活活 清传的孔雀明王大法 因为佛母大孔雀明王能够一次让师尊修回五十位新光生 一定是超级大法力 那么刚刚啊 这个孔雀明王跟我讲 他说我损失了五十个化身的新光生 新光手画的莲花童子 他说孔雀明王讲 孔雀明王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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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每天只能够修一个 放出一个光出来 那么到西空中跟星星的光复相结合 成为新光生的莲花童子化身 那你损失那五十个 孔雀明王讲 所有的日夜尤其是新光 十二宫 二十宫 二十八宫 全部属于孔雀明王 那么孔雀明王就讲 只要你把光画出来 我就给你五十个新光 然后五十个新光呢 五十个新光呢 就一下子之间 能够完全 修成 你只要修成 之后 2009年9月5日 下族联身活佛 首次传授孔雀明王大法 联身活佛开示 孔雀明王大法若能相应 可转定业 孔雀明王是众佛的力量 所以有正 地 水 火 风法 有增义法 有敬爱法 有敬身法 有治病法 除鬼怪法等等 在目前人间 这么多破坏的情况之下 联身活佛 愿意公布这样的密法 真的可以看出 世尊的慈悲 和尼斯 这个法有什么特别 龟一就特别 所以呢 治龟一就是特别 特别 而且这个灌顶 不再多灌了 事实上 佛法有定业和蝴蝶 若人人都能转定业的话 世间极不能按一步循环了 所以能够接受到孔雀明王大法的万里 一定是有大英文 可是有非常多的弟子 他们也想到美国亲自参加孔雀明王的法会 如果签证不容易 大家十分的傲慢 师佛提亮众弟子的困难 终于在200整年11月5日 宣布将在台湾雷藏寺 再一次的主持孔雀明王大法会 这一天 消息一公布 台湾还出现了六级的大地震 震央就在南口 而台湾雷藏寺是完全没有损坏 一切安好 这在在的证明 是师尊诸佛菩萨 隆天空行护法的守护 所以 在这新的一年 让我们感恩联系佛佛的慈悲 而且 这一次珍贵难能的孔雀明王大法会 您绝对不能露食机会 希望有缘 我们能够在2月27日 台湾雷藏寺 共母佛光 台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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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台湾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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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